大家好,我是北京奇哥 这次我们受邀来徐州参加汉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 并很荣幸地被授予了徐州文理推荐官的称号 活动结束后,文理工作人员还很用心地为我们准备了具要徐州特色的伴手礼 咱们现在来陈金市的开箱一下,看看都有什么 这一袋子是徐州特色的传统糕点小吃 这是金麻枣 羊角蜜 炒糖 还有一盒是黑麻片 马上该中秋佳节了 徐州文理还给准备了两盒徐州特色的月饼 里边有两盒 维维豆奶 我到现在才知道维维豆奶是徐州产的 还要把雨伞 徐宫的挖掘机 模型 这也太棒了 一共这么多 在这次活动中通过与徐州文理工作人员的接触 我们发现 徐州文理能在短时间内从各个城市中脱颖而出 绝对不是靠运气 他们的团队要敏锐度 要拼劲 要干劲 而且绝对是年轻化的队伍 还善于发现社会的热点 注重以网友在线上的交流 并及时做出调整 我想这只是徐州文理的起步 后面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作为 虽然这次活动结束了 我们后面还会在徐州多待几天 大家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值得打卡逛吃的地方 我们会把在徐州遇到的美好 通过直播或者视频的形式 及时分享给大家 为即将到徐州旅游的粉丝网友们做攻略提供参考 多彩两汉品类徐州 欢迎大家来徐州尝美食尚美酒 体验专属于徐州的烟火器